图胜的保养量比Spotage要高 销量更大 所以在社会停车场 偶尔就能看到这个奇亚 Spotage最新一代 这个是一个GTLINE的 和那个版本一样的 而且它这个是双色车顶 是不是太帅了 北色的Spotage旁边没走多远 就是一辆图胜 又是PHEV的插混版本 回到公司停车场 又是一辆图胜 还是插混 还是那个颜色 这个颜色销量占比很大 路上经常看到 它的后面一辆 大C是比加索 然后老开敌 这是传统的欧式MPV 这是那个mini-WANMPV 现在欧洲市场这种传统的 只剩下图胜了 然后这个有大量的车型可选 这种WAN-Best的MPV 奔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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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马 然后是我的小绿 又是一辆 还是那个颜色的插混版本的 图胜 你看这个车多火 这个脸侧都是新能源车位 几乎都是那些很好的车型 然后第一次看到 纯电版的Smart 公司的第一辆 纯电版的Smart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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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